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Bullstrap的提示条和弹出框的使用方法 主要的知识点有两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提示条,也就是当我们的鼠标放到画面上某一个空间上时 浏览器会根据这个空间或是对象给出提示,别人用户的理解操作 第二个是弹出框,相对于提示条而言,弹出框可以装载更多的内容 看起来也更为正式一些,不过实现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 OK,关于提示条和弹出框更详细的信息,请大家参与关于文档 然后今天的代码我会放到开业中国的服务器上 好的,现在进入今天的开发 我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提示条,一个是弹出框 咱们首先先看一下提示条这段代码运行的效果 我把它拷贝过来,大家请稍等 在运行前,咱们先看一下这段代码内容 首先是一个标准的html的按钮 然后呢,是一个按钮的标准的颜色设置,default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data toggle 这是设置这个按钮的类型,咱们给的是提示条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提示条出现的位置 我写的是左left 然后提示条的内容呢,是左提示条 这个按钮的内容呢,是左 其他按钮也是一样,只不过出现的方向呢 变为了上下右 然后出现的内容呢,也是上提示条,下提示条和右提示条 按钮呢,也分别是上下右 好的,大概就是这段代码 不过现在呢,提示条还不能够显示 咱们需要在页面装载时呢,再加上这么一句话 这行代码呢,首先是将页面中所有 data toggle属性等于tooltip的这些对象抽出来 就是这些地方,大家请看 data toggle属性等于tooltip data toggle属性等于tooltip 一共有四个,我们把它抽出来 然后呢,依次给这些对象执行tooltip的方法 这样呢,就完成了提示条的初始化 好,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大家请看,我把鼠标放到按钮上去的时候 大家请注意看,这个提示条已经出来了 而且呢,显示方向和我设计方向是一样的 左上下右,没有问题 OK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当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呢 提示条出现,当我离开的时候呢 提示条消失,这个呢是提示条的特性 我们大家记住它就好了,OK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摊猪框的使用方法 我把我体验准备好的代码拷贝过来 大家请稍等 好,从这个地方,OK,拷贝 好的,在运行前,咱们先看一下这段代码的内容 那请看,这是一个标准的HTM按钮 类型也是按钮 然后那个样式呢,默认的是default样式 然后这个数据容器,大家注意 这用的是咱们这个页面的body属性 然后咱们大家再看下一个数据也很重要 叫做tago,这是数据类型,用pop over 刚才咱们的那个提示条用的是tool tip 这是pop over,这是区别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弹出框的显示在左边 弹出框的内容叫做左弹出框 然后这个按钮的内容呢,是左 其他按钮的设置呢,也都是完全的一样 区别呢,仅仅在于这个弹出框弹出的方向 以及弹出框的内容 其他的呢,没有区别 咱们再看一下页面装甲式的处理 这个处理呢,和刚刚的tool tip的处理是完全的一样 首先通过jquid的选择器呢 咱们找到data tongo属性等于pop over的这些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地方 咱们有四个空间都是这样写的 然后呢,把这空间找出来之后 分别执行pop over的方法 这样呢,完成弹出框的初始化的操作 好,咱们先运行一下clom,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咱们先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提示条 当我鼠别放上的时候呢,是显示的 而弹出框鼠别放上去的时候呢,是什么都不显示 当我点击的时候,大家请注意看 也没有显示 我需要装载一下,因为用到jquid 我在点击的时候,大家请看 左出来了,上面出来了,下面出来了 这个是右面出来了 这个就是弹出框效果 当我手离开的时候呢,它并不消失 当我再点击一次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我已经放到了开中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